开心展示着迎来的奖牌 桃源市消防局大难分队队员陈锐军 在今年WNBF台湾自然建美国际邀请公开赛中 不仅夺得量级冠军 更以黑马之姿 涌夺全场舰体总冠军和职业赛舰体亚军 取得圈台只有12名的职业选手资格十分厉害 我觉得拿到现在回想起来 是觉得不太可思议 因为原本想说有一个量级冠军就好 因为曾经都是拿亚军 所以这一次想说拿一个量级冠军就好 结果因为状态也不错 然后一路比 然后没想到可以拿到最后的全场总冠军这样子 因为目标当然要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既然都已经拿到了职业卡了 那如果下一个目标 当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代表国家 然后拿到世界冠军这样子 本来只是因为兴趣而锻炼身体的陈锐军 去年才开始参加剑体比赛 也因此让他对自己的体态更有要求 因而请了为教练来指导技巧 让自己更加专业 第一场就是看网络上 然后跟一些可能有比赛的朋友 然后去学习 那可能觉得状态应该要再更好 然后看会更突破 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一项 然后希望可以再更好的替代在台上这样子 然后就请一个专业的教练帮我背赛 那我从第二场跟第三场都是同一个教练帮我背赛的 那也很感谢他让我有这么好的体态在台上这样子 在剑体比赛中 庭审依照参赛者们展露出的体态 兼宽比是否呈现完美倒三角形来分出胜负 而对陈锐军来说 剑体除了让自己体态美观 良好的体能也为他消防队员的正式工作大加分 相对来讲你的体能越好 你能进火场次数就越多 那你也不会因为你体能不好 你在火场会很容易就没力 然后想要出来 那以及你在救护方面 你可能可以很轻松的抬病患 那也下辈也比较不容易受伤这样子 从业余到具备职业资格 从完兴趣而已到主动进修专业 陈锐军也期许自己未来能更进步 并希望在疫情趋缓之后 能有机会出国比赛为台争光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